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产业都喊着要打世界杯 而国剧的董事长陈泰明就表示了 其实国剧一直以来都朝着世界杯为目标前进 如果有好标的的话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司都不排除会并购 那为什么台湾现在要积极的整并呢 就是因为大陆的业者来势汹汹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国剧的一个部分呢 他就说了他希望能够持续的扩大公司规模 而就在今天上午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也通过了资本结构的一个调整案 就决定要减资 这国剧办现金减资的幅度高达了20个百分点 每股将会退还股东新台币两块钱 减资的金额大约是新台币12.86亿元 那消除的股数大约是1.28股 所以也预估了减资之后 实收的资本额将会降到了新台币51.42亿元 另外呢 在国剧的部分呢 也决定要分配现金鼓励每股1.55块钱 所以资本公积会发放现金每股0.45块钱 而国剧现金减资再加上配息 算一算简单的来讲 就是股东每股可以合计取回4块钱 而陈泰明就说了 在减资之后股本已经适当 因此呢 未来公司计划要做sensor 也就是感测元件来供车联网 好 我们来看到在右边这个区块 事实上国剧是国内被动元件产业的龙头 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电阻厂 这十几年来 国剧透过非常灵活的并购策略 以及手法让公司快速的成长 而外界也很关心的 就是在质保收购凯美的收购案了 他就表示产业发展到一个程度 是需要思考透过产业互相合作 把规模做大的 那我们来看到在质保的部分了 去年七月份就首次的公告 其实已经是默默买进凯美持股 超过六个百分点了 而花了一年的时间 是逐步的把持股拉高到了四成以上 而今年股东会改选等监事 渴望能够顺利的取得经营权 而事实上呢 质保取得了股权的消息一出之后 也激励了凯美的股价出现了标涨 一路飙涨的一个幅度呢 从这个去年的八月份 到今年的一月份高点 其实涨幅已经是超过了五成 那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要来并购 凯美这家公司呢 就是因为呢 这家公司具有几项优势 第一个就是本一笔 二十倍以下股价低于净值 另外呢 在公司的部分呢 其实啊 也是稳稳的在赚钱 或许就是因为体质良好 而且公司有前景 所以也才会让国具想要诟病了 好来看到下一张字卡 其实不断出手 也让陈泰明有一个封号 就叫做并购大王 那今天还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国具几个非常有名的并购案 现在一看到是国具集团旗下的 晶片电阻厂忘全了 在2014年花了4.3亿元 收购了新加坡的上市电阻厂 叫做ASJ 那ASJ的大股东就是陈泰明 他持股26.83个百分点 同时也拥有一席的董事席次 那在两家公司呢 其实在合作之后呢 兴旺权也成为了国内晶片电阻的恶歌 市场人士就指出加码股权 来表现并购的决心 将会是台湾资本市场 进行整并时的基本条件了 好 再看到有别人 虽然国具是一路势如破竹的在收购公司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国具的一个部分也曾经踢到了铁板 也曾经有失败的一个案例 但您看到是大义科技了 这家公司是国内第二大的晶片电阻厂 当年呢 大概十年前 国具曾经想要吃下这家公司 2006年的7月份 国具透过多家私人投资公司 分别取得了大义的股份 合计大约是超过了两成的股权 而在2007年的3月份 国具又公告旗下的投资公司 累计取得了大义五个百分点的一个持股 所以加加减减算起来呢 传闻当时国具已经直接或间接 持有大义总股数接近四成 甚至都超越了大义公司派 那大义的股价呢 也从2007年1月的37块钱 一路飙涨 涨到了2007年4月份的224块钱 好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股价大涨了506% 不过呢 在大义的部分 也不是好惹的立刻展开了反击 向正旗局检举国具违法收购 同时这个行为已经是 触犯了强制公开收购 以及操纵股价等法规 所以双方也展开了东宫房站 你来我往的 甚至在股东会上 大义的公司派以56个百分点 比上44个百分点的股权优势 强势地表决通过了各式各样的议案 借和大义公司派是成功保卫住了公司 也让国具很罕见地吃下了背证 整个总体的经济 是不是太乐观 预告景气不太好 酒没露面的国具董事长陈泰明 趁着股东会公开亮相 陈泰明强调 红色供应链的崛起是必然现象 呼吁政府开放陆资 建立产业分级制度 而陈泰明认为 开放国外公司并购 还能提振台股 卫科技股开解药 直今年国具减资两成 股本降到51到52亿左右 外界关心会不会再度减资 五年前陈泰明 携手私募基金KKR 要把国具收购下市 直最后遭了驳回 但直到现在 陈泰明始终认为 若对产业整合有帮助 有利股东员工 公司下市也是好方法 三立新闻于城湖 吴凯中 新北市三文报导 谢谢 幻名片不忘道谢 国具记者会一开完 陈泰明特别拨控 跟媒体打交道 展现老板柔软身段 直霸气的他 一直有并购梦 成长幅度也不是太符合 大家希望的期待 所以当然变成就是 希望能够透过产业的结合 或是甚至到国外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排除国外收购 因为封测双雄强强联盟 靠控股公司打国家队 说来被动员舰龙头场 国具也有想法 我们从来都在打世界杯 所以国家队 我想当然这是一种期许 就希望能够帮台湾 能够多增加一些竞争力 只是十年前 陈泰明发起敌意并购 企图入主大益科技 双方拟来我往 在政府介入之下 国具杀鱼而归 如果我们去国外去做个并购 我们公司目前的这个 资本市场大概差不多是十倍 我等一次去美国买一个 二十几块的番茄 回来卖十块 好像不大划算 用番茄形容国外并购 陈泰明的目光转向国内 旗下质保斥资十亿元 买进同业 凯美股票 持股逼近五成 若并购案成真 将成为国具近十年来 低贱产业 整合案 三星文宇春虎 吴凯中 新闻时长报道